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 可能会去推拍别人 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有过 姐妹朱莉有 借着别人的秘密 姐妹朱莉 带哥 带哥使我来抽 好 怎么还洗牌的呢 那当然洗手 其实我谈过的恋爱次数 比我跟任何人说的都要多 谁啊 毛龙一 你肯定不是我吗 我先投那个小吴一票吧 我投龙一 我也投龙一 我也投 为什么都投吴 我看看想不想说 我来说 是我 对吧 就是他嘛 Pori 怎么可能是我嘛 不许多 以前不是特别熟的朋友问我的话 我可能会说三次四次这样子 因为我有一点点 不太敢告诉别人 我谈过很多次恋爱 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家里管得比较严嘛 所以 我就更叛逆了 我就很想去 跟 别人相处相处 看一下人家都是怎么样的 就是会有这种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嘛 第一眼看你感觉 可能长的是我喜欢的类型 或者怎么样 我就上头了 但其实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 甚至可能会被挺多人伤害过的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是 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考虑结果 你们觉得 谈恋爱结果重要吗 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 一定要很确定 就是说 心里做好了这个决定了 你才会去 才会去谈恋爱这种 所以我对 我过去谈过的每一段恋爱 我是 我自己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很慎重 你很挺重 对 就谈了就绝对不会后悔 永远都不会后悔那种 那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 就是 你自己还没有太确定心意的时候 就 可能会去推开别人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有过 姐妹朱莉 借着别人的秘密 姐妹朱莉 也有过这种情况 所以说就是 现在的我就不会 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现在我就不会去 在没有很确定的情况下去谈恋爱 可以 尊秀应该听得懂了吧 他今天听懂了 明天早起来又问 昨天晚上他跟你说什么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请不吝点赞 这个人 其实是大家 喜欢的 它的